那么接下来咱就进入到今天的课程 今天主要给大家讲解的就是TCP相关的知识 那什么是TCP呢 简单来说是另外一种网络通信的方式 这就是所谓的TCP 除了有TCP就是TCP 听到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但是如果要是搞那些网络安全的人员 那么还有其他的方式 相当给力的其他方式 有可能把我当前我的电脑上来的特殊的数据 都可以自己组装一个 这都有可能的 那么接下来咱就讲解一下TCP它是什么意思 UDP翻译过来是用户数据报协议 就是Udata什么什么说 那么TCP翻译过来就是传输控制协议 传输控制协议 那么TCP和UDP都是通信的两种方式 那么他们俩大体上有哪些区别呢 核心点咱们总结来说就有区别 区别在哪呢 就这样你把UDP想象成写信的模型 把UDP想象成写信的模型 请问我写的每一封信上面 是不是都得填上 IT专口以及内容 是不是都得填呀 那么UDP就是写信的模型 你要记得了 我买了这笔 我找了个信封 我找了这个信纸 写完了 对后在信封上写上那个东西 投降到UD桶里面去 UD桶你就把它想象成是套接的整个通信过程 你只要捅进去 那么加了这个信封就被发送走了 UDP是发信的模型 每一封信上面都需要写这个收件人的地址 那么在这个地方UDP有个特点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要是说它是写信的模型 因为写信 请问同学们 你觉得写信的模型安全吗 有可能不太安全 写信不太安全在哪啊 对啊 有可能这个困点人员说 这个邮票我没见过 把这个邮票收集收集 给他 是吧 放到自己兜里面去了 但是呢 一般情况下 这个人的这个人品 在邮递园里面干的 一般人品都挺不错的 所以是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但是不得不说 UDP是个写信模型 有可能这封信 被别人收走了 这是真的有可能出现的 这个没错吧 别人像你家里写的一封信 是给你写的情书 但是你媳妇收到了 你媳妇立马火冒山上 早就死了 你还看看都看不见 接下来回家就归键盘了 这百分之百了 那么 待这个位置 UDP写信的模型 一个大特点 不安全 听懂了吗 不安全的一个体现 就是数据有可能丢 我用FQ 注意听 FQ用的是UDP FQ给你发消息的时候 用的就是UDP 那么UDP我说了 它不太安全 那么言外这就是 我用UDP给你发的消息 有可能丢了 我说亲爱的 今天晚上带你去吃饭 你没有收到 听懂了吧 然后我等你消息 等你消息 等了好久了 你一直不给我回 我就比较生气 我说怎么情况 给你发消息 你咋不回呢 你媳妇还原来没收到 这就是UDP的 不安全 那么TCP 反而就安全了 那么TCP 咱们把它想象是什么呢 打电话 打电话的模型 就是TCP 你比方说这个叫 造四 什么尼古拉的造四 这个造四和某个明星 和某个明星之间进行通信 应该是中国的 应该是中国的 不是吧 不知道 那么他拿起电话来 然后从这里边说了点东西 那么这个女的就收到了 然后造四 今天有时间吗 吃个饭啊 这个女的说 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吧 给她发过去 请问 打电话 为什么就稳定了呢 你觉得电话一定百分之百稳定吗 其实也不是百分之百稳定 但是它有补救措施 打个比方的吗 你用手机给你老妈打电话 你说老妈 这个我明天我就要回家了 做这好吃的 哎 你老妈没回你 哎老妈 我刚说你听见了吗 你说啥没听见呀 刚信号不好 我再碎便 我明天要回家了 你做这好吃的 请问 可以吧 TCP的一大特点 不是说它不丢包 也丢 但是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如果要是发过去一个数据包之后 对方没有收到的话 那么我会再发一点 保证那个数据一定能够到 这么说理解了吧 还有一点 如果我发的这个数据呢 在传说的过程当中 因为电流 有可能 这个一些特殊情况 导致了这个数据乱了 那么将来 接收方收的之后 进行检查 一检查这个数据是拖的 把这个包扔掉 那么接下来告诉你 你请再传一份这个包 这个包有可能是拖我的 那么接下来发什么方法 你就再发一遍 这么说理解吧 咱们在哪个更高的角度上讲 通俗的讲 不要去想那些具体的 UDP写一封信 就是UDP 写一封信的特点 数据有可能丢了 对方不知道你发呀 所以说对方也不会说 你再给我发一遍 但是TCP那大特点是什么呢 TCP它更稳定 稳定的一个表现是 他们是打电话的模型 打电话之前 请问同学 需要签干净什么事情 拨号 拨号 对 拨号是一个什么过程 嘟嘟嘟的过程 没错吧 你在你耳朵里边听了 嘟嘟嘟 如果对方没有采灵的话 那么接下来就听了 嘟嘟嘟 那么你老妈的手机 请问同学 我问个问题 我即使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手机 都放在一起打 我用这个手机 给我再给手机的 手机拨号 请问 我拨上我已经按了 拨打电话的那个按钮了 请问 这边这个电话 是立马就响吗 不是 那它在干什么 它在确定这个通道 因为全部都是那 手机都是 无线 无线电磁波 所以说这个通道 它就给它流出来 那么也就是说 当你的拨打电话的一方 你再按上手机号 你按下拨打电话的按钮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发了个信号 发送给了电信塔 电信塔里边收到了之后 接下来经过各种处理 把你和你妈妈之间的通道 全部再用 导致了别人再去用这个通道 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能打了吧 不好意思 对方这个电话正忙 请稍后再拨 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你们这个通道就建立了 那么也就是说 TCP它在通信之前 比UDP要复杂 就看你如何凶长的趋势 你想要简单 那UDP足够简单了吧 创建条件 发送够简单了吧 简单的一大特点 有可能丢数据 TCP稳定 那稳定它一定比较复杂 这百分之百的 这是百分之百的 你花两万块钱可以买车 那么这个车很low 比方说这个奥托 顶多几千块钱就可以买 那么反正是个车 买了 你看 我如果想花一个更少的钱买辆车 那你买奥托 几千块钱买了 但是你想买个更好的车 那更漂亮 那么将来花的金钱是不是有多吧 所以说就是你就看你的趋势 如果你想要完成一个数据的通信 比方说丢一点数据没关系 那直接就是UDP 但是如果我想要完成这个数据的通信 百分之百稳定可靠 那么我就用什么呢 TCP TCP TCP的稳定的可靠的一个体现是 它在通信之前 必须先建立链接 什么叫链接 我和我老妈之间的建立通道的这个过程 就是建立链接 建立链接 清除了障碍 别人在打电话 别人在战略的时候 不会战不了 那么也就是说TCP 它将来操作的流程 一 建立链接 二 收发数据 三 关闭链接 这是这个流程 简单言之 它比UDP要复杂一点 同理 同时呢 它得到的好处就是 更稳定 这么说理解了吧 那么它通过哪些手段 来保证了这个数据的更稳定呢 比如说简单来说 TCP采用了发送应答机制 它稳定 这个应答机制 怎么理解呢 以理解为主 我就给你 假如说 假如说上面是UDP UDP 假如说我见了 以UDP发一个消息 这边是A 这边是A 这边呢是B A 给B发一个hello 发给去了 B 收到 还是没收到 它不会告诉A 听懂我想说什么 B收到还是没收到 它不会告诉A的 好了 咱再看一下TCP 那么TCP同理 它是A 它是B 它会有什么套点呢 我发一个数据过去之后 会导致 你接下来 你的B 这方 会悄悄的告诉 发送方 我收到了 听懂了吗 那么唯独的区别 就是这样 从这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特点 是不是将来TCP 是更稳定吧 你发了个数据 它收到了 它是收到了 你发了个数据 它没收到 那请问 它没收到 它怎么办呢 超时重传 什么叫超时重传 我怎么等了一会儿 老妈没有硬打 请问正常情况 你和你妈妈打电话 妈我明天回家了 你做这好吃的 行啊 儿子 我早以为你准备好了 请问 这是不是硬打 但是我说了 老妈怎么不说话呢 老妈你收到了吗 请问 我是不是有个超时重传 超时了 规定了我这个 我认为在一定时间之内 我老妈应该有硬打了 但是他没有硬打 我就得发一遍 那么比如说 我从发走之后 我就开始计时 比方计时 个零点零几秒 计时 在零点零几秒之内 我没有收到你打 我怎么办 再发一遍 你听了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也就是说TCP 保证数据能够过去 而UDP不能保证 那么他们之间最大的 也就是说最直观的 咱们开发者 能够看得出来一个区别 就是UDP 你发过去之后 到底对方收到还是没收到 人家不会告诉你 收到还是没收到的 但是如果要是TCP 对方收到了数据之后 他会告诉你 他收到了 请问 是不是咱们就A 在这方 是不是就知道 这个数据 就一定过去了 好了 原本这一团吧 再一个理理就可以了 当作一个概念 UDP 发过去之后 他不管 比方说你写信 我写了一封信给你 请问 对方会直接要写一封信 说我那封信收到了吗 他会说这个东西吗 他不会的呀 他回过来的时候 就单独写一封信过来了 而不是告分医生 他说的 大家设想一个场景 你在用训练 下载东西的时候 我问一个问题 你没发现 你下载的那个流量很快 你还有一个上传的流量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注意过 注意过吗 我下载的有可能是好几兆每秒 但是呢 他多多说说的 还有点上传 我就比较纳闷了 我明明是下载东西 他会上传上传什么呢 上传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就是应答 你从网上下载一个高清的电影 那这个高清的电影 它分成N块发过来 比方说一个5G的电影 你不可能一封信过来 它过不来的 分成N数据过来 来一个 你告诉他 我收到了 他发下一个 来一个 我收一个 来一个收一个 大家也没发现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 如果是以迅雷下载为例 迅雷 发了个这么大的包 给了你 千万 你发了这么大的包 给了你 咱们画个 画个简头 画简头 来 那么这个呢 咱们就把它想象成 比方说迅雷服务器 咱们把它想象成 迅雷服务器 咱们把这边呢 想象成迅雷服务器 把这边呢 想象成迅雷的 迅雷的客户端 那么 对吧 假如说 咱们摸你一下 迅雷不是发东西吗 迅雷不是给你的 迅雷客户端发东西吗 他发了这么大的东西 请问 是不是这里边 是不是装了很多数据过来了 你是不是得告诉人家 你收到了这个数据 是吧 你的操作系统 最低 不用咱们程序说 操作系统 自己说 对这一点比较好 不用咱说 操作系统自己说 操作系统说 我收到了这个包 你发下一个 听说我收系统了 请问 他发送过来 假如说很大这个包 那么请问 咱们还真的需要再发一个一模一样大的包过去吗 不用了 咱们只是要应答一下 比方说 OK 我收到了 可以吧 那么接下来 他这个哥们呢 就会再发下一个 然后我再应答一下 他再发下一个 我再应答一下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对于咱们这样一个程序而言 是不是就保证了 这个数据 是不是一定 稳定可靠呀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一个 下载的过程 你看上去 还有上传的一个数据的原因 那直接在这 直接在这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他 这个就是他 那么 不仅通过像什么TCP 发送应答机制 超市重传 还有货物校验 你发过来的数据里边 包含那个校验码 如果接受方 接受到数据之后 一校验不对 就是检查检查 就个例子什么 现在呢 这个 很多情况 我只是打个礼方 很多情况都是这个例子 现在啊 随着咱们中国的这个发展策略 正在升级 对吧 一带一路等等 这些概念的提倡 你从欧洲 可以现在从欧洲 比方说从 欧洲有哪个国家 什么呢 德国是欧洲的吧 是 比方说你从德国买了一桶奶粉 你通过一带一路的这个 这个高铁 这个不是高铁 就是这个什么 列车 通过欧洲 差不多说半个月 或者是二十几天的时间 通过火车 从欧洲一直到了中国 那么在来的时候 请问 这个时间时候比较长啊 有可能出现一些意外情况 导致这个物品损坏 有可能出现吗 请问 来的时候 上面是不是有个清单 这个清单名里写的 这个箱子里边 什么有几件 什么有几件 什么有多成 什么有多少 请问是不是标的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识了吧 你敞开箱子一看 不是那回事啊 怎么知道呢 打个电话给德国的那个人 你发过来的东西不行啊 你单子里边写的明明白白 物品里边没有 你不相信 我给你拍个照片看 OK 请问 这是个据说明错误了吧 我再推给你了 你再给我发个信的 但是实际情况 如果是网络的话 是怎么着呢 错了就错了 我不会再给你 错了 我不会把这个错的信息 再给你发一遍的 请你再给我发出信的 就可以了 听懂了吗 所以说呢 这就叫错误教验 以及流量控制 或者是这个流量补塞 保证了 你瘦一点 我给你发一点 否则就会出现 咱们说的什么那会儿 请问他们 咱们人们说过 你像2425端口里边 你大量的发入 大量的数据 请问是不是导致 那个接受方会卡呀 为什么会卡 发送方 没有考虑接受方的速度 我发了50G 你才处理了2G 那你的内存一定会卡 百分之百的情况 那么TCP有什么特点呢 你从网上下载一个 3T的电影 或者说3T的一个数据 下载下来 一点一点的下 我先发个几K过去 你把这几K收了 我再发下几个几K 你再收了几个几K 我再发下一个 你再收了 我再发下一个 请问这种情况下 保证了什么呢 是不是保证了 就不会导致 你那个内存 是不是需要一个 特别大的内存存起来 你否则 你得找个需要大的内存存起来 就行 当然了 有可能还有一些 其他的机制 最终 这些机制同学们 不用记 最终的结果 你记得一下 保证了TCP 比UDP稳定 听清楚了吧 那么TCP 也是今天常用的 简而言之 同学们 UDP 几乎不用 听懂我说什么了吧 几乎很少用 那有人说为什么不用UDP UDP不安全 它不稳定 当然不能有UDP了 那么什么地方用的UDP呢 决定的 比方说 废格传输 上线 下线 发消息 收消息 都是UDP 你的废格传输 传输 咱们是不是可以发送文件 发送文件加吧 那个地方TCP 你发消息 收消息 UDP没有问题 但是发文件的时候 它还是用的TCP 今天你上网 有浏览器 访问百度 访问京东 访问淘宝 都是TCP 你今天用这个默默 聊天 TCP 听懂我说的意思了吧 所有东西几乎今天都是TCP 一个套点 保证了稳定 再比如刷票 前段时间咱们大家应该随意回家 买票 抢票 请问你们是不是用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在抢吗 TCP 如果是UDP的话 数据万一要是不可靠 那就完了 我明明已经扣了钱了 你竟然告诉我 是吧 你买票失败 你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你说是个道理吧 TCP稳定 小伙子 你刚刚不是扣钱了吗 你这个波头没来 给我来一遍 你的那个口端 自己再发一点 听懂我意思了吧 所以说TCP 对中保证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这就是一大特点 还是那个道理 想要可靠 那就复杂 你想要这个简单 那就简单 你想要这个快速 那就简单 这百分之百是这个情况 那么Infin 在这个地方 他们之间的这个大体的流程 也是不一样的 咱们先说一下UDP 来说吧 UDP 对于UDP而言 创建套杰字 Send to 发动 Receive from 收 Close关 请问 对简单的 是不是在四步了吧 如果你想绑定一个端口 无非是不是现在的 之前是不是先办的 绑定一下端口而已 请问 是不是大体上 就是这个流程啊 你如果先运行 我给你发 就是你先运行 你卡的Receive from 我给你发一个 你给我回一个 我给你发一个 你给我回一个 请问咱们俩 是不是之间通信吧 这个流程简单 但是如果要是TCP的 你看到都崩开 对吧 复杂 这个地方你看多了多少步 对吧 这个地方多了很多步 而且还有这个过程 还有这个过程 很复杂 加上言之 它能够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好了 这个小节就是说的它 TCP稳定 UDP不稳定 TCP通过各种机制 保证的稳定 UDP 它不是特别稳定 各有各的应用场景 各有各的应用场景 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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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